挖土机持续清理土石 画面上是中正区正义路二项的中正山庄大门口 日前山土而台风来袭 造成社区旁的边坡土石摊坊造成灾情 由于正值东北季风经常下雨 社区居民希望能尽速处理好边坡的问题 避免又有土石滑落 市议员张浩瀚相当重视这个问题 特地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要求各权责单位尽速协助灾后复原 社区门口这些摊坊的部分 因为其实经历了快两个礼拜 我们也感谢市政府相关单位的协助 特别感谢今天张议员能够来整合所有的项目 因为之前都是片段片段的在做 很多头马车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样去跟哪一个单位去反应 要来请他们协助这些状况 以至于拖到两周都还没有全部结束 也真的很谢谢张议员今天能够 帮我们把相关的单位全部都找起来 然后一起来做整个的评估 整个后续的这些修复 那其实对我们社区的居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个社区现在来讲 比较年纪是比较长一些 所以像这些的状况出入 对他们来讲都有一定的危险 这个地方的全署其实牵扯到非常的广泛 包含了国产署 包含资贷水公司 以及社区跟区公所相关的管车范围 所以今天特别来邀请相关的单位 到现场来进行实地的一个勘查 那目前我们其实已经要求 区公所在这个土石清完毕之后 先简单的进行沙包囤置的一个工作 那国产署也会在近日赶快进场 来进行所谓的帆布覆盖 那希望说这个灾害不要再进行扩大 那目前我们也邀请了产发处 跟相关的一个水保祭司 预计在下周的时候会到现场 来实际来确定说这个边坡整体的一个稳固安全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请相关的单位 进行相关边坡修复的一个评估 那希望尽快把这个边坡能够把它维护起来 那避免这个灾害的一个扩大 导致居民的一个身家财产的一个安全 由于中正山庄有许多居民都要从这个路口进出 社区民众期盼家园环境能够早日恢复 让他们能够正常生活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